這是今天的日期 代表說武漢病毒已經在全世界的頭條新聞 超過四個月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封城了 那台灣應該是算很幸運 因為之前John Hopkins醫學院 是估台灣會是第二產的國家 WHO應該要拜陳時中團隊為師才對 當然清明節連假嚇了我一大跳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度假人口 擁擠在那邊 就不敢讓孩子去上學 七天自己帶孩子自學 那現在放心多了 因為已經過了那個時段 今天沒有人確診耶 其實我還是搞不懂我們到底是幸運 還是全球的衛生模範生 不過還是希望我們可以繼續維持 當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多虧在外面大家都戴口罩 為了要互相保護 那台灣的衛生宣導也做得非常不錯 我知道每天一定要用肥皂洗手好幾次 大家會不會覺得最近手很乾 是不是每天洗手太多次了 我很想知道幾次 所以最近買了一個counter 結果一天洗手大概16次 等於每一個鐘頭都洗一次 不過洗手跟洗手之間 還是會有機會感染 劉沛最近也拍了一支洗手影片 強調要洗20秒以上 病毒才會洗掉 今天我們也拿到了一組Glowgerm 為了更去了解生活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假設我是一個有病毒的人 然後咳嗽在手裡 它是模擬手上的細菌 當然沒有人會這樣做 這只是一個示範 細菌是隱形的 Glowgerm也是 不過在黑光之下 它是看得到的 所以進一個新的室內之前 記得要先洗手 算是這次疫情一個新的禮貌 假設我很沒勾能心 我一進一個餐廳就先不洗手 一個人所碰過 都會留下危險的痕跡 這邊也應該有 去櫃台點餐 又是一個交叉感染的機會 兩個建議可樂 碰過前 尤其是吃飯前 最好再洗一次 有一點麻煩 但是比較保險 假如我整個手都有細菌 當然現在不流行 握手嘛 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還是會碰個 碰個拳 好傷喔 或者elbow elbow一下 hashtag elbow bump 發現我挑的東西也常常在摸來摸去 決定改變這個壞習慣 我們離開捷運之前還是先洗手一下吧 鑰匙最多 鑰匙最多啦 然後這邊 看看酒精能不能消毒 以這個成分來說 用肥皂還是最有效 你看我的口罩 因為常常在摸口罩 還好這是外面 那裡面呢 還好裡面比較沒有 邊邊就有蠻多的 陽光消毒 我剛剛打噴嚏在我的手上 我們來看看你的 這隻手沒有 可是你用的是這隻手 喔 你碰到手把了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嗎 有耶 借我查一個東西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家君的手有沒有被感染到 一點點對不對 那你看滑鼠多張 所以當然最好大家有自己的電腦 謝謝你的配合 所以進來公司第一件事 應該是先洗手 但是因為我一開始呢 手是髒的 碰到這個手把 所以我在關水的時候 又會磨到 Screen Time 在iPhone裡面有一個 Screen Time 在裡面顯示說 我一天碰手機 禮拜一是57次 那如果我整天只洗手16次 他一定很容易被感染 哈囉 可不可以碰爸爸 可不可以碰爸爸 還不能 對不對 整天都在玩這瓶Glogram 我懷疑衣服會有一些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不要碰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腳架 所以最好是外套不要穿進家裡 裡面這一件就沒什麼交叉感染 看不到病毒 但有些東西你猜也知道 還沒洗手之前就這樣high five 洗手前也有上個小號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些交叉感染 最後做一個實驗就是一回家忘記洗手 那這樣子過一個小時 我們看一下哪邊有交叉感染 哇 哇 門把 那我們一進來有一個消毒手 竟然消毒手上面那麼多 明天都switch上面 電視遙控也蠻多 交叉感染的 常常在打開冰箱 所以會有一些細菌在這裡 這樣不好摸到鼻子 這樣就把病毒吸進去了 不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那這個手把 當然沾最多細菌的還是 不過因為今天整天拍片 最髒應該是攝影機 它不但有gloderm 它還有真正的病毒還有細菌 你最常碰到的東西是什麼 希望看完這支影片 有強調CDC一直告訴我們的資訊 就是要常常用肥皂洗手 出門的時候記得互相尊重 戴個口罩 不但是這些呢 要注意我們最常碰到的東西 對於大部分人這就是手機 每個人都會有最常碰到的東西 我的話就是手機跟攝影機 所以要常常消毒這些東西 目前全球確診人數已經超過兩百 台灣上個禮拜有兩天是零確診 雖然如此 我們要知道 如果你常看新聞 這個病毒是非常可怕的 我常follow的一個新聞記者 他也確診了 他叫Chris Cuomo 雖然一直強調社交距離 不離開他的地下室 但他老婆今天也確診 雖然做得比別人好 我們千萬不要低估這個病毒 我住機場旁邊 那之前要等好久 飛機過了才能開始拍片 那已經有一陣子不用注意收音的問題 台灣真的變成一個孤獨島 跟國際接軌只剩下網路 但現在用網路也是要注意 不要不小心碰到病毒 所以我們到底是幸運還是防疫做得好 其實還是可以做得更好 再怎麼小心也不會過 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